女人是一只乌龟怪 而她的龟儿子可不是一般人 每当遇到威胁时 她就会变成一只暴虐的狮子 当第二人格出现的时候 就连她的亲妈也不放过 小乌龟一直在两种人格之间不停地切换 可以算是格林怪物中奇葩中的奇葩 一所学校里 几名学生正在做着知识问答 获胜者就可以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比赛 而小乌龟就是其中的一员 放学回家的路上 黑仔感觉后面似乎有人跟着自己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一个身影突然扑倒在地 等老六赶到现场之后 发现黑仔的脖子都快掉下来 一看就是格林生物所为 老六把参加比赛的几个学生召集了起来 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所以几人都有足够的杀人动机 但是一番询问之下 老六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用的线索 就在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辆汽车突然停了下来 来人是学校的校长 他得知黑仔的噩耗之后 希望警方能够尽快破案 如果被他自己提前找到凶手的话 肯定不会手下留情 激动的校长有些激动 瞬间就变成了一只狮子怪 而这一幕恰好被身为格林的老六看到 由于狮子怪天生残暴 校长很快就被列为了嫌疑对象 但是经过调查发现 校长平时对这几个学生都十分照顾 按理说应该不是凶手 案件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另一边由于黑仔的遇害 同样参加竞赛的眼镜妹觉得心情十分烦躁 于是打电话给小乌龟约他出来走走 可他刚来到操场 就被一道身影突然扑了 等到老六赶到现场的时候 眼镜妹已经领了不要钱的合法 他的死状和黑仔的一样 看样子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老六在眼镜妹的手里发现了一块手表 手表后面刻着小乌龟的名字 于是他们立刻找到了小乌龟 小乌龟表示自己这两天根本就没有出门 然而当看到自己的手表在老黑手里的时候 小乌龟也是十分的惊讶 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龟妈妈也走了出来 两龟听说眼镜妹已经遇害的消息后 都是十分的震惊 由于小乌龟的手表出现在了案发现场 老六不停地对他施加压力 害怕的小乌龟有些害怕 立马就显出了原形 护独自的母亲看见儿子被吓成这样 也立刻显出了原形 但是仅凭一块手表也说明不了什么 老六只好让他们回家等消息 回到家的小乌龟刚准备洗衣服 结果却发现洗衣机里全是鲜红的血水 还没等到他反应过来 龟妈妈就赶了过来 赶紧把儿子忽悠了回去 就在这时校长打来电话 由于已经有两名学生遇害 校长决定退出这场比赛 得知消息的小乌龟十分的生气 自己已经准备了这么长时间 校长怎么能这么做呢 另一边 老六在新华字典中查到 乌龟怪是一种性格温顺的种族 根本就没有能力杀人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老六决定找校长再了解一些情况 结果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答应 透过窗户发现 校长家里一片狼藉 看来校长应该是出事了 果不其然 等他们冲进去的时候 发现作为狮子怪的校长已经凉了半天 他的死状和两名学生相同 能把一只狮子怪都杀掉 看来这个凶手也不是一般人 这时小乌龟突然给老六打来电话 他认为自己的妈妈就是凶手 这时龟妈妈突然冲进来挂断了电话 只见小乌龟直接冲进了洗衣房 然而等他拿出洗衣机里的衣服时 却意外地发现里面全是自己的衣服 小乌龟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此时他突然变成了一只可怕的狮子 对着妈妈就哭了 等到老六赶到的时候 龟妈妈已经受伤倒在了地上 接着变异后的小乌龟就将老六扑倒 看着眼前的狮子怪 老六二话不说就和他扭打在一起 三下五除四的功夫 就将狮子怪干翻在地 老六这才发现眼前的狮子怪竟然就是小乌龟 从龟妈妈口中得知 小乌龟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狮子怪 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不再懦罗 在小乌龟还没出生的时候 龟妈妈就对他进行了基因改造 但是当他第二人格狮子怪出现的时候 小乌龟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 就在他们谈话期间 小乌龟不知不觉已经跑了 老六一路追着他来到了天台 此刻的他已经意识到是自己杀了朋友 他也开始在乌龟和狮子两种形态下不停地变化 为了不再伤害身边的人 小乌龟直接跳了下去 好在此时老六及时抓住了他 将他成功地拉了上来 接下来等待他的僵尸监狱里的缝纫机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